大金门岛 看到了吗 看到国民党兵了吗 招手啊 在楼里呢 国民党的旗子 看见了吗 看见了吗 看见了 这么近 看多近了 太近了 看有艾宾哥 这是艾宾哥警察 你好 他好给你招手啊 招了招了 大金门岛 有个组织一下嘛 组织一下招手问题就出来 他们新冠品出来就麻烦了 同意啊 有可能同意吗 那个是下辈子的事情 下一代的事情 老闆就看不到 我是快完了 他已经七八十岁了 这个事情 他打起来我也是赞成 我也是签名投票 说大 那是解决不了嘛 是不是 反正你从历史到现在 台湾就是中国的 这个属于都不可承认的 是不是 我们真的 随便讲一讲 我们也懂得 哎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 是不是 那干嘛 你还说什么 台湾什么 他违背良心在讲话 是不是 你老百姓你想骂总统你就骂总统 你有什么先生你就讲出来 只要你不乱讲的 十四求是讲出来 你就讲 他也蛮用对 我感觉就是这样 就这么一点好 我感觉就是这样一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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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会增长见识开拓视野 你会知道原来有另外一种政治模式 商业运作 就是你的吸收感会强很多 而且他们的新闻相对是更靠近真实的 这点是目前大陆新闻所没有的 这个媒体应该让社会更阳光更透明 更有可能往一些真和上的方向去发展 而不只是一个宣传的工具 走 从西岸到东岸新闻与家看 各位好 欢迎和我一起看东岸 我是文娜 据台湾媒体报道 陈志远在台北看书所写的第一本书 《台湾的十字架》 目前登上了常销书台风宝 据了解他的第二本书的文稿也已经完成了 《台湾出了写给最爱的老婆吴淑珍》 而已经甚至中 甚至还写给马明九 还写给胡总 还没有决定 但根据了解阿典的这本第二本大作 已经在《台湾的十字架》 胡锦涛吗 还有胡锦涛吗 来 三条 对我已经 对啊 对啊 我也已经盖掉了 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容易 就是从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一直说我28岁半 我去年说我28岁 因为我回到大陆以后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东西 几乎雷同是我在年轻时候干的活 就是有一句老美有部片的 叫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 昨日重现 是在现实社会是不可能的 你在台湾不可能重现的 我现在有些干一些活 像我做些贸易 那为什么来大陆 就很简单吧 台湾给我概念非常笼统 就是说它只是一个概念 它一直没去过 它一直想去 就是这样的概念 原先有同学在大学的时候探讨 他们生活在那种背景下 他们受到教育 他们就是认为台北是差不多 但是作为我们的话 我们在这边我们接受的教育 包括历史教科书上 我们交给我们 我们大概是很愿意想到回归了 但是作为我个人而言的话 反正最好我要打仗 其实我真的很不愿意打仗 因为这是绝对是两败俱三的事情 为什么要打仗 如果他要土地 那就得打 如果他要土地 你要打是接受的 对 我也会报名 那作为我 报名是要看你能做的 我就撞击击击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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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